大家好,我是學長 大家好,學妹 歡迎大家來到學長開箱 對不起,沒事 那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是更新金米咖啡的一些小玩意知識以及器材 所以如果大家對金米咖啡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每個禮拜的推播囉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這個 可不可以叫做第127 第227 Deep 27濾杯 OK 這個 跟這個長得就 不一樣,很細 這個是 就是60度的濾杯 OK 那這個是基本上是目前 這個叫做錐形濾杯 就是它是現在的原罪裡面 那錐形濾杯裡面呢 它就是 目前絕大部分的錐形濾杯都是這個 這個角度 因為我們之前那個濾子 這個濾子 這個濾子 就是60度的濾子 對 所以呢也是因為 這要配套嘛 所以呢 現在絕大部分的錐形濾杯都是60度 所以這個濾杯,濾子都通用 但是呢前陣子的這個 這個公司叫做 三雅 Cathic 它就出了這個 很 很鼻極的 很漂亮 我覺得很美 很美喔 這是新色 這是新色 啊這一個 有一像琥珀色 27度的 德濾杯 然後呢 因為他們家是做 濾子 出生的 他們濾子賣得非常好 所以他們自己就可以做自己的 對 套材 就完全是可以 搭配的 搭配的 所以就是他們比較 就是有這個優勢 不然一般的公司它可能 沒辦法沒有濾子就很麻煩 對 所以 他就出了這個濾杯 那這個濾杯其實喔 設定上面是為了你而設計 為什麼 因為它更一樣 OK 它就是為了新手設計 Cathic這家公司是為了 希望讓更多的 居家玩家 然後一些 阿妹阿妹 哈哈哈哈 能夠開始玩 精品咖啡 OK 所以它設計起來 真的對於新手來說 很友好 真的假的 對阿 你看齁 你看這兩個最大的差別 是不是 它就很窄 呃 對 不用繞太大圈 嘿 你看是不是 我繞圈繞得很爛的 我就繞到三頭機都要出來 是喔 繞圈繞得不是很準的 你是不是就不用繞圈 OK 就繞這麼薄薄一點點就好了 對對 那你就不用繞到外面 因為你說繞到外面會有缺點 就是因為外面你的水會晃 會忽大忽小 你就會有變難喝的問題 對 那這個就沒有 所以待會如果變好喝的話 就是你的功能 呵呵呵 所以我就考慮買它 考慮買它 對 對新手來說 確實是 蠻多有蠻友好 那第二部分是 你看齁 這個粉是不是 它會 擴散 它的面是比較大 它那個粉面是不是比較面積很大 但是粉面就這麼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它味道是不是會比較怎麼樣 就比較穩定 相對來說 比較沒有萃取不足的 不均勻的問題 因為你看喔 我們這個粉塵是不是中間 厚 邊邊是薄 對 所以我不小心如果 我中間的給水給 太多 或是給太少 因為它要 你要換算說 內圈跟外圈的粉 到底有得色多薄 你就要繼續 緩算 繼續 思考想想 但這個東西呢 你其實不用想太多 因為它是不是正中間 超級 粉都在正中間 所以你只要瘋狂的 捲就對了 是不是可能比較敢的話就可以買這個 比較盡量趕得出門或幹嘛的 其實它們兩個時間沒有差很多 但是它相對來說就是 防呆 OK 防呆 就可以跟朋友一邊聊天一邊充 對對對 實話說它就是可以 滿足這個要求 OK 你看 你幾乎不太可能給到說 他 不正常的位置 他給下去的位置都是對的 對 因為它就是這麼小一面嘛 所以你怎麼給 都會是對的 那 那至少會 利於一個不敗的前提 就會覺得 我每次送大杯都 挺好喝的啊 對不對 心情好了 每次都覺得我送得蠻好喝 真的喔 你這敢說 好我也覺得好好不好 OK 所以它就 難度就降一點 但是對於 高手來說 你還是可以玩出一些新的環氧 你可以看齁 它中間是不是有這個像花瓣一樣的樂 這個齁 這個其實它就是用來排空氣 所以它的流速很快 所以它比這個更大 對 你說樂骨 對樂骨 樂骨其實兩個的流速都非常的快 所以它雖然看起來是 這個是很深啦 但是它其實兩個流速都非常快 所以如果你是高手的話 玩這個濾杯 還是可以做出很多的香氣 對 高手的玩法會稍微難一點 倒立的倒水 倒立就是 或是用腳 OK 所以待會呢 大家了解它這個東西的特質 其實就是 如果是新手來說是簡單 不容易失敗 那對於 高手來說還是有很多有趣的玩 的 的一些講究 所以待會我會 你玩一次我玩一次 好不好 你玩新手的 學長倒立 不要V我 OK喔 待會你用 你倒立 你充一把 我充一把 OK好 然後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是新手 或是高手的話 怎麼樣充這個濾杯 好不好 OK 那你先來吧 OK 然後用的是這個濾 一樣 先折一下 然後研磨度的部分 就跟平常V60差不多就好 那我要充一下嗎 不用不用 這我洗過了 我充過了 好 我好尖喔 對 一樣是折那個角角 把它折好之後放進去 喔 對一樣 好那一樣喔 讓它稍微 讓它服貼對 因為它很窄啦 所以剛剛你用的時候 覺得好像有點怪怪的 不用頭那麼深 這樣放上去 好 好我們 15克到20克都可以 嗯 對那我個人還是用 喜歡用20克 標準來說 其實15克 也非常好充 好 好 適合你 適合你 特別教了一個適合你的研究 OK 今天 不太需要背口學 做粉 一樣把它 把它搖平 好 OK 這樣子 那個 好待會兒的 做法就是這樣 你一樣做悶蒸 但是呢你悶蒸的正中間 給到 它開始滴水 為止 然後輕輕繞一下就好了 OK 不用什麼 一二三 不用了 就正中間給 給到它開始滴水 那就 隨便繞 外面浪一下下就好了 然後就可以 回家了 就休息 就等一下 可能230秒 OK 然後之後呢 你就給中間 給給給 給開心了就修一下 給開心就修一下 可以開心就修一下 然後一路給到 200 然後呢 隨意是不是 你就給 你就給給 覺得 舒服了 開心了 就停一下 OK 然後給 10cc 隨便你 開心就好 給給給給 就修一下 然後到200cc的時候 等它全部留完 然後順順的 把繞水淹高就就這樣結束 這麼隨性 你喝喝看 OK來 來上你的 來一樣timer按下去 一樣正中間 等一下 看這邊 好來給 好 不動了 不用繞 好 眼角稍微瞄一下 開始滴了 繞一下 一下 好的收 收 可以 好就這樣 好先回家 對 把他沖完嘛 這樣子你看喔 他在滴水代表說他的悶蒸已經 他的所有的粉都吃到水 他會在滴水 好 一樣等30秒 OK 這樣基本上這個濾杯 這樣子就悶蒸就成功了 蛤 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他的粉都在正中間 你沒有 你沒有厚薄問題啊 你給水給到下去 他就一定都吃到水啊 這樣子馬上就好了 就跟剛剛的那個 悶蒸 對 不一樣 就不用那麼麻煩 等30秒 好來 正中間 給 他好多 給 對 好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對就是這樣 讓他留一下 好繼續再給 他會捧起來嗎 你看你的粉塵 都不用算秒數耶 OK好 休息一下 他是捧起來 他就留 這捧起來我就停 你捧到覺得差不多了 好再繼續 好給多給少 差一點點 好休息一下 喔 他是粉塵一直膨脹 一直在排氣 然後流速很快 然後 再來 給總結一點沒關係 好學的差不多了 就休息一下 給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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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開心了 就繼續給 好給過來一點點喔 正中間 開心了 可以喔 好像差不多了 2030 多一點點沒關係 多給幾次沒關係 不用很精算的 好給他200吧 休息一下 200 可以沒關係 他就會 膨脹 下去 空氣排得很漂亮 最後 一路 到300 順順的正中間給他去往外繞 隨性繞就可以了 小圈子 那邊繞啊 所以就不用這麼仔細啊 就讓他淹水就好啦 水大一點沒關係 不用這麼仔細 不會不會不會 到300喔 這一段隨性給就好 讓他淹起來就行了 好休息 結束 299.1 看多好 哇 來放下你的 武器 好隨性喔 好棒喔 這也適合我 別忘了想 我沒有動腦 對 然後呢 因為他就是 也不用什麼繞來繞去的 基本上就給正中間 90%的時間就是正中間 那你外圍要不要給 開心就好 你其實也會順序 會想給 他其實他也不太會有穿粉問題 像這個 我們傳統這個 如果你給太多邊邊的話 就會穿粉 就會隨隨的 但是這個 不太會有 所以他對於新手也好 或是對於 一些 比較不想這麼累的人來說 真的是 福音啦 對 男人的福音 好來拿你的杯子來 香氣很好耶 好喝 是比咖啡有點好 對新手的話真的很友善喔 好喝 是不是 蠻簡單的對不對 然後甜度也不錯 然後酸度也蠻明顯的 然後尾巴有一點點巴黎 因為我們剛才是不是110C做最尾巴 他會有一點巴黎 賣了 我去下單 這樣多少 600塊一顆 真的假的 我也要1000多 這一顆 1800 OK 可以買三個 三個顏色隨便 買的 這個顏色還有嗎 小的也 也 是不是很簡單 對啊 他其實就是 當然你的給停給停你也是可以控制一下 但你斷水數越多就 次數越多會越濃 但其實這個濃度就很舒服 我覺得剛剛好 對啊 對於新手來說很舒服 我很好 我覺得很方便嘛 非常友善 就不用算那個 不然好緊張 我們在那邊算那個幾秒 態度太緊張 OK 所以他的設計上面 就是有這麼簡單的補充 OK 那接下來第二把我來充 好不好 我充 你直接拿他倒立 我不會啦 如果你是比較有在認真在玩手通的話呢 需要教大家一個 更精準的 充法 好不好 好那我們一樣 這個值 這樣子 這個是那個 Cafe的同一家公司 他們自己出的專用率 這套尺寸非常的合 好把他撐開 放下去以後呢 讓他的位置 就對好 好的 弱粉 弱這以後 搖晃一下 好讓他平平的就可以了 平平的 OK 好的水溫90度 借我過一點點 好那女士不要燙到就好 然後我們待會看 看分針的 動作 如果精準也是這樣 那樣的 攪拌下去 正中間用水小一點 然後呢不要動 讓我的正中間完全吃好水 開始滴水 開始 滴水以後呢 往外繞一下下回中間 OK喔 他的粉的吃水就會完美 OK喔 你這中間停比較久了耶 對喔 因為他的粉是不是很厚 所以我必須讓他的那個 吃水 完完全全吃到最底下以後 他才不會有一些粉沒有吃到水 OK 好 這樣子的 第二期的悶蒸呢就會 非常的完美 嗯 反正你剛剛那個悶蒸方法就會成功啦 只會這樣子的細節會更多 香氣會更好 OK然後第二段呢 我們一樣在正中間 因為他的 大部分的 粉都在正中間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給正中間看到一個很漂亮的 膨脹 正中間會有一個白色泡泡 湧出的時候呢 會突然發覺說我有很明顯的水深 這個狀況呢 就可以讓我的香氣跟酸質 拉到最大 這個水深嗎 你看這個膨脹狀態 這個水深 你看到空氣都全部都被我 翻出來 好 但這個技巧比你剛剛那個難很多 對 因為那個 你看我的 比較穩定的 我的水位是不是一直在這個位置 但是其實呢如果你一直 水太大的情況之下 他容易淹起來 所以為什麼他讓你多次 給聽給聽 就是同樣的手法 但是他藉由這個給聽給聽 他就不會容易淹起來 那我這個手法就是要 水要很穩定 要不然就會容易淹水 然後最後一段呢我們就給差不多 正中間給一下 然後呢這兩段 往完繞一下 回中間 給到240 好 休息一下 所以我們兩個 兩個 我們這兩個手法本身的本質上面是一樣的 只是說呢 那個手法更 讓新手 更沒壓力 最後一段我們再給60 就是你這一次段的時間點是有精算過的 其實就是我的手法稍微細膩度高一點點 只是我們剛才這兩個手法他的 分格是 幾乎是一樣的 對只是說剛剛我是不是正中間一直給 一直給的難度就是我如果水 不穩定 或是太大會太小 粉層就會 高高低低高低高低高低 水比較不穩 你的風味還是比較 平均 所以這個濾杯最大好處就是這個 我給停給停給停 亂給 就是大概差不多也很好喝 好 那我們兩時間差不多 2分30幾秒 好我們來喝喝看 像這個呢就是比較 細節一點點 如果你是個高手啊 常常玩手沖的人 你這個濾杯一樣可以用 你正常的手法 只是說你要去思考一下 它的粉層比較好 因為粉層厚 有些變化 這個就是 好玩的地方 你平常用的是60度 粉就是這樣 變成 27度的時候 它的省變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熱區在這裡 對 聞起來香氣就比較濃對不對 我剛才偷喝一口 你的比較好喝 那當然 如果比你還難喝 對不對 就這邊給你做 入口的它的 它的飽滿度還是比較 線條還是比較清晰 對不對 但是沒關係 你剛才那個手法呢 多練一些 其實它也可以做到很類似的效果 當然對我的東西就會 前後段就會很清晰嘛 前面一段方面一段 但是其實 邏輯上面的你那個手法也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大家也是 如果 兩個手法都可以連連看 那基本上呢 如果是新手前面的手法其實已經 很不錯了 我覺得它比一般的悶蒸很好掌握 是的 會比一般悶蒸容易很多 但你就知道悶蒸不成功就死掉 50%的人啦 所以這個莫名其妙就能救活這50% 所以只要悶蒸自己帶這個綠杯去 就莫名其妙打贏一堆了 對不對 沒錯 明天去比賽可以嗎 OK 悶蒸比賽嗎 OK好 那這個就是第2期綠杯 好那如果大家對第2期綠杯有 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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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